NEO 滑板搖滾區 大家好 歡迎來到NEO滑板搖滾區 NEO Slone 今天要開箱的滑板鞋是 Nike SB的Shen 我們的大神 Shen O'Neill Apro skateboard的創辦人 Shen O'Neill 他的鞋款 PRO鞋款 真的是超酷的 好我們來看鞋盒 這張鞋 Nike SB這種紫色的鞋盒 這邊鞋的Nike SB Shen Samine White 所以他這個顏色其實 比較偏這種灰 然後這個是 比較偏粉橘的感覺 這種有點像是皮膚色的 這種 亮亮的感覺 這邊像這個Nike Smooch Go Go亮亮的感覺 他鞋帶的部分也是很精細的 做這個顏色 所以這個顏色看起來 就是很耐看啦 這種粉粉粉嫩粉嫩的感覺 其實這張鞋子我在看到的時候 我自己是 以前的我啦 不喜歡這樣的鞋款 因為我覺得這種 像這種 直接套上去的鞋子 或是前面做的比較單調 比較單調 比較圓潤 就是 有點像功夫鞋的這樣子 其實 個人並不是我的菜 但是後來我穿了Cherro 2 Cherro 2 放在這邊 Cherro 2超好穿的 所以我就覺得 改觀了一種 實用性改觀的一個美觀性 漸漸的我的身美觀也改變 我就覺得 越來越看越好看了 那很多人穿滑板鞋 就穿那種 沒有鞋帶來直接插進去的 那種鞋型 表面也是長這個樣子 那聽說那種鞋超好Oli 超好刷的 整個做任何動作都非常好 但是缺點就是 這種鞋就是很貼腳 腳感非常好 所以在保護性上會比較差 就是有可能會比較容易扭到 如果你的Landing沒有Land好的話 好 那大概這雙鞋的外觀是這樣 就像Cherro 2 那Cherro 2是沒有選手款的 那這個就是Shane O'Neill的 款式 那這邊有他的Logo Shane O'Neill的Logo 像是一個太陽的這個部分 那感覺這個S就是Shane 不知道這個圓起來 Shane O'Neill的感覺 把他的名字弄在這個部分 後面這邊也有一個很明顯的 Nike XB的這個 Shane O'Neill的Logo 所以我覺得這些小細節還蠻不錯的 那我個人覺得這整雙鞋 就像Cherro 2那種感覺 就一定是超好 就板感一定是超好的 因為他並不是那麼厚實的一雙鞋 就是比較軟 比較軟 所以可以在板感上非常的好 所以我已經預期就是他可以有Cherro 2的一個效果 然後他又是Pro款的 所以用料會更好 在整雙鞋這邊都是擠皮的 一定是非常好帶板的 那可以看到這邊後面其實比較偏帆布的部分 那我覺得這雙鞋是很聰明的喔 就是比較常刷到的地方用擠皮的 不常刷到的用帆布 帆布是可以將這個重量大幅的降低喔 因為必須擠皮的磅數是比較高的 所以這樣子的鞋子會比較輕 那整體這個方面側面腳踝的剛性是還不錯的 給你捏捏看他的剛性是還不錯的 大概是這雙鞋的模樣是這樣的 那真的 宣龍令的鞋在台灣其實不好找 那很意外的讓我入手了 我覺得我超開心的 我一直很想要試這雙鞋 那我個人是覺得這雙鞋的這樣的版型 我是預期在冬天的時候穿長褲 牛帶褲遮著 這樣子就看起來有點像是 其實他有點造型有點像皮鞋的感覺 就是他非常的clean 非常的乾淨 有這種紳士牙匹風 而且宣龍令的來玩滑板的那個style也是 他常常穿襯衫啊 戴來帽子 而且他人就斯文斯文的 他比較不像是那種暴力型的選手 他就是很精準的做一些動作 很乾淨俐落的 很優雅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雙鞋有他那種優雅的感覺 那我覺得 我就想要這雙鞋在冬天的時候穿著長褲把它遮著 那就是他顏色有點灰灰的嘛 有點GG的 所以算是有點低調當中 但是又有點優雅的感覺 所以我個人是這樣子的 期待區 期待我冬天的時候穿長褲 來用這雙鞋來玩滑板 好那鞋底的部分 這個鞋底部分其實很常見啦 我們在這個像 Blazer GT Nike SB Blazer GT就是這樣子的 Blazer的鞋型就是這樣子的紋路 就是一樣的 那這種 這種紋路沒有話說 一定是超好 超好抓地利的 所以這種很基本的 這種 像Blazer一樣的紋路 絕對是沒有問題喔 鞋底的部分 這邊是屬用 使用ZOOM的部分 ROOM A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就跟那個TRAW2 就不一樣了 TRAW2是用這種 軟的軟膠的這種部分 那這個他是用 ROOM的這個底 我相信效果一定會更好 所以他的鞋底是這個樣子的 總之我是非常期待的 那屆時再來滑滑看 看看感受如何呢 好 大概就先到這邊 Yeah TRA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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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W2